我们就还是以这个users表为例 虽然说这个表 例也不是很多 然后内容也不是很多 但是不妨碍我们把这些基本功能都演示出来 更新的语法就是update 然后表明users 然后直接set set什么呢 set一个列名就好了 比如说realname等于 理事2 然后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他就会把所有的行的realname全部改成他 那我们肯定是不期望这样 所以说 update更新语句话 后面都带一个well条件 就是wellusername等于什么呢 等于理事对吧 加分号 就是当username等于理事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realname改成叫理事2 然后执行 好大家看执行他发生了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呢 大家看我数别了个地方 大体的意思是你正在使用一个安全的一种模式 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是你在用的话也可能会用到这种错误 正好我们遇到之后呢 我们就一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一下 说完之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直接去用一个 先把大写打开 set cycle下滑线 save update 复制成零 这样就可以了 大写啊 cycle save update 复制成零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好执行一下这个成功 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删掉了 删掉之后我们再重新去执行这个update的这个语句 我们看一下 OK已经成功了是吧 好成功之后呢 我们去选中这个select信号fromusers这个 然后去执行一下看看它有没有成功 大家看 里4已经改成这个里4二了对吧 说明我们update的这个语句已经执行成功了 OK 这是update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删除 刚才那个问题啊 你用update和用删除都会发生的 所以说大家跟随着我的那个解决方法去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删除呢 我们就用个关键字叫delete delete deletefromusers 然后where 因为你如果直接执行这个deletefromusers 他会把所有的表全部进口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 所以后面一定要加where条件 比如说whereusername等于什么呢 等于里4 分号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当username等于里4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行给删除 很多那个线上的数据库 特别是公司正式运营的数据库 你如果是后面不写where条件的话 他根本就不给你执行delete的语句 他会给你报错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库他没有这种操作 所以说我们选中去执行 OK执行成功了对吧 执行成功之后我们再选择这个select的语句去查看一下 好他只有张3了对吧 好那我们再把它给弄回来吧 弄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个insert的语句 OK执行成功对吧 然后我们再查询 OK大家看这个里4已经回来了 注意这个rd变成3了 为什么变成3了呢 我们刚才说过 因为rd是一只自尊的 因为之前那个2已经用过了对吧 我们刚才删掉了嘛之前是1 2 然后我们把2给删了 2给删了之后 这个阿里再次增的时候就不会从2开始了 就会直接从3开始 因为2已经就过了 他就不用了 这是这个阿里增的一个特点 delete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一般情况下正式应用的时候 我们删除行不是这么删的 不是这么删的 我们会怎么删呢 我们会直接去更新 比如说我们想删除一行 比如说我们想删除 就拿这个users表为例吧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个表进行一下改造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else推报 我们给它加一列叫什么 叫state状态 叫state就写上int就行了 默认之后我们给它写成一个1 写成一个1不能为空 什么意思呢 就是state这一列如果是1的话 就证明这一行是有效的 如果把它改成0的话呢 它就证明这一行已经被删了 所以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去删它 而是做标记 我们去应用一下 好 完毕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执行一个查询 这样的话这个表的结构就已经改了 大家看 查询完之后呢 加了一个列叫state 这一列呢 是等1 等1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每一行的数据都是可用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肯定就是做什么 做这个 比如说select信号from users wherestate等于什么 等于1 对吧 OK 我们选中执行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查询 是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删除呢 我们去执行这个update users set state等于什么 等于0 其实我们不会直接用delete去删 因为delete删的话 这行真的就没有了 对吧 我们去用什么 用这个set state等于0 来去假装删除 比如说我们把理事给删掉 where username等于什么 等于理事 对吧 OK 这样的话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看 好 执行成功 然后我们再去查询这个语句 然后他就没有理事了 对吧 为什么没有理事了呢 因为理事的这个state 已经等于0了 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这个 来查询所有的看一下 因为理事的这个state 已经等于0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执行这个查询的时候 如果加这个state等于1的条件的话 它是不会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删除是个什么 我们真的删除是一个 就是我们叫软删除的一种技术 软删除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删除 而是说我们假装删除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state 去控制它的状态 是不是0还是1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这种 看起来是删除的删除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去做恢复 对吧 就软删除的好处就是说 你的数据是可以恢复的 怎么恢复呢 我们就直接去执行这个 如果是理事的话 就把state改成1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执行一下 它这个数据有恢复了 好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通过这个state等级的条件去查 这样的话一查 所有的就能查出来 这样的数据恢复了 如果你真正的是用delete来删除的话 那这个数据就永远都恢复不了了 这可能是我们在日常开发中 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 对吧 在这顺便介绍一下 如果是我们想查询 这个state不等0该怎么办呢 不等0是用两个监管号对起来 就是跟说明号的 两个监管号对起来 比如state不等0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写这个不等于 好 这样的话跟这个state等1是一样的 对吧 OK 这样的话到现在为止 增删改杀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把这个也简单的注视一下 增删改杀完之后呢 我们顺便通过之前的做法呢 我们再去把这个blocks这个表中 给它完善起来 还有一个事情我太少忘了 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介绍了软扇除 但是我们在实际用的时候不会用软扇除 这个地方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真正的在做公司中的开发的时候 这个时候公司估计也会有规定 必须使用软扇除 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不去使用软扇除 因为我们delete这个语句 刚学了我们要用起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先不要考虑这个事情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 就要去和你的同事之间 和你的领导之间去协商这个事情 是不是用软扇除 还是说直接用delete 这个看你的项目需求 我推荐是使用软扇除 但是我们这儿为了去学习方便的 我们还是直接使用delete去直接删除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state的列给它干掉 还是用这个alt table 然后在这个state的列上 我们右击右击右击之后呢 去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完之后呢 我们点apply ok大家看 sircle语句就有了 就是drop column state 然后我们apply应用 ok应用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去查询一下这个表 okstate里列已经没有了 对吧 我们再把这个关掉 好没有之后 我们接下来去使用这个insert的语句 把那个block表中的数据给它填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就可以使用了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填的只是一些测试数据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写太多的内容也不太合适 因为我们后面连条的时候 会用真实的这个博客数据来去连条 但是我们这儿呢 只是先写一个测试数据 那我就直接写了 insert into blocks 然后blocks有什么列呢 我们展开看一下 左边有ID不用管它 然后title content create time和author 对吧 title列名 content create time author然后values values比如说我们先写个测试数据 比如说标题A 内容A 然后create time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就在测试器中 我们就把当前的时间给它生成出来 然后拷贝一下 直接粘上就行 因为这个是个big int类型 所以说不用写分号 直接粘上也可以 然后author我们写成章3就可以了 然后分号 好 这个时候我们选用这个行去执行 好 执行成功 执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行吧 就是直接省币就行了 直接省币 然后时间我们也再重新生成一个 拷贝过来 这个地方形成里四 然后选中执行 选中执行 我们这儿还是测试数据啊 标题和内容全是测试数据 因为如果在这儿写一坨很长的东西的话 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讲 cycle语句的一个 增长改查的一个入门 所以说也没必要用那个特别正式的数据来去做 在后面就是和前面的页面联想的时候 我们会拿稍微正式一点的数据去给大家去演示 所以说大家先不要去管这个数据是不是正式的这个问题 先把cycle语句卸会了 好 插入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查询一下这个blocks表里面 OK 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定模拟一下 就是比如selectblocks 然后order bycreateTime dic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创建时间进行逆序排序 对吧 这样的话逆序排序完之后 标题币是在上面 好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 比如说我们查询价格well条件 where author等于什么 等于理事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查询理事所有的文章 理事所有的文章 这样的话就能满足什么 满足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 作者页的那个查译条件 对吧 我们加一个作者的名称 然后去查询他所有的博客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查 比如说这个title title like什么呢 title like a 我们输入一个a关键字去搜索 我们可以搜索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进行查询 对吧 比如说title like 标题 标题 然后我们执行 就这样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查询数据库的语句的一个演示 好 我们先把这两个好像进行简单的注释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把所有两个表的内容全部插寻出来 select sing from users 然后select sing from blocks 然后我们选择这两个一块执行 它只能一个一个的执行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执行 我们可以先执行users 好 执行users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这个表 id user name password real name 还有里面的两行数据 然后看到这个表呢 我们再回到pbt中去 简单看一下之前的那个设计 大家看这个地方 就这个第一个截图和这个表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这个select blog OK 查出这个 大家看这个表 这个表的内容 第一行第二行 这个表的内容 以及每一列 和pbt中我们之前设计的这个是不是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就已经通过这个mysicle的这个键表 以及数据库操作 以及数据插入的这种方式呢 完成了我们之前在技术方案的时候 设想的那种 通过两个表来存储user和存储这个博客的信息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而且还可以继续扩展 因为虽然说我们这只有两行对吧 我们再加第三行第四行 甚至第一万行第十万行 这都不是问题 我们这补充一点 关于mysicle一个数据类型的知识 大家找到这个tables展开 然后到这个users这个表 然后右击 选这个alt table 就是修改表 修改表格这个选项 然后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real name 这个real name它有一个数据类型 是watcher10 就real name它存储的是汉字 而且我们预期它能存储最多10个汉字 这可能变成时间比较长的同学 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为什么不用因watcher而用watcher 是吧 那这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跟这个版本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select version 来查询这个版本 点击查询 大家看我这个版本是mysicle8 但是我们企业里面用的mysicle 一般也是5以上了 至少是56了 它这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 当这个mysicle的版本 大于等于5的时候呢 这个watcher 这个10代表的是什么 就10个字符 不管是数字 英文还是汉字 都是10个字符 在我们有之前的说 这个地方10就存储 是个英文字母 然后汉字只能存储5个 这样就说了 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说 你想存储一个周串 你用watcher 后面写一个数值 就是这个字符的这个length 这个长度了 不用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字符了 这样其实是一个好处 就是编码统一化 以及规范统一化 以及长度统一化 这样对我们编程开发的 这个复杂度就会降低了很多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关心 这个地方 执行这个命令 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最近新装的mycycle 那基本上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了 最近新装的一般都是8多少 甚至是8往后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 当你在查这些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 你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个查询性的时效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查一个watcher 到底能存多少个字符 对吧 查这种问题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例子 你搜出来之后 比如说这个网页 我随便举着一个例子 它上面这个回答都是2012年的 这个回答也是2012年的 2012年的可信度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因为这几年那个基础革新是非常快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自己做新製作的时候 时间要看好了 就是你搜出来的文章也好 回答也好 以及博客也好 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的 一般是近两年的你才可信度稍微高一些 如果是说很多年之前的 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信 你要再去多搜一些信息 去确认一下这些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这儿就不用关心这些事情了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关掉这个 我们也执行了一个字符语句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这个语句呢 其实就是这个灰色的字符语句 我们就不再执行了 最后一个它是十个汉字 然后我们就直接查一下 好 大家看第三行这个地方 它这个real name里面其实有十个汉字的 十个汉字的 那就说明我们用watcher10这个类型 存储十个汉字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前提是你的mysicle大等5 OK 我们在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们回到pbt中 好 总结我们看一下本节 讲的一些内容 可能对于很多的成员同学来说 这都是新内容 不过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一节讲的mysicle的操作 确实不是那么的麻烦 而且我觉得增长感察到最后有句 也还算简单 最后有句也算是一个比较 一学一入门的一门知识 首先如果见户 如果见表 就通过workbench怎么去操作 这个大家要掌握好步骤 因为在实际工作中 这个特别是键表的操作 可能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还有那个修改表 删除表这种操作 也可能是非常频繁的 接下来就是表中自端的一些类型 比如我们讲过的int类型 bigint watcher还有longtest 这几种类型 分别适应于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呢 就是cycle有句实现增删感察 怎么去新增 通过int类型来新增 对吧 然后delete是删除 包括我们介绍的 怎么去实现软删除 然后修改是update 查询是select 查询还有好多条件 还有排序 对吧 好 这节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我们就开始 通过这些知识呢 结合这个nodgjs 怎么去来实现数据库